那我们看这一个字 如果我们前面看过右 那个字的视频的话 这个字呢 想让大家也能猜出来 就是左 这个字的造字原理呢 就取材于左手的向行 现在呢 向从左边伸过一只胳膊来 上面呢 是他的手指 如果看的话 那下面可能 这个应该是拇指 上面那两个手指 是拇指或其他的手指 那这个字呢 后来为什么要加工呢 就是因为 右的底下呢 当时是加的一个口 作为一个标志符 那这个左 在这个地方加工呢 是区别于这个右 这是一 第二呢 因为我们用手干活的时候 大多数人是习惯于用右手 那也有少数人呢 是做撇子 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 以右手为主 那这个左呢 它是在做工的时候 提供辅佐的作用 所以这个左呢 它本身呢 还兼有这个意思 这个左 辅佐 左撩 这都是这个表示辅助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地方也写下 左本身有辅助的意思 那这个左呢 也是一个后起字 在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看第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既可以表示左手的意思 就是带公子旁的左 它俩是一个字 同时呢 也可以表示带大人旁的左 后来 加了公子旁 加了公子旁以后呢 也可以表示左手 同时呢 也可以表示辅佐 那这三个字呢 在没有这个字之前 这两个字 是表达着这三个字的 共同的意思 这是左面的意思 这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